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有一个老旧翻新的彩绘村叫咪咪村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高雄有彩绘村呢 其实咪咪村原本是台塘宿舍和国宅形成卫武社区 但随着人口老化 政府决定将了无生气的社区起始回生 邀请了许多的艺术家来这边创作 并累积超过180期面的彩绘墙壁 成为全台最大的彩绘村 更因此登上了国际舞台呢 哇!那想必是一个大工程呢 所以林雅区公所也特别拍摄纪录片 用镜头留住六年的社区历史 并记录了社区的翻转时刻呢 在欣赏各种艺术的同时 又能感受到老宅翻新的一番风味啊 而且咪咪村还汇集了25个国家 超过83名艺术家的大型壁画创作 来一趟就好像环游世界一圈了呢 不用坐飞机也能环游世界也未免太划算了吧 那我也要找时间去拍各种美照 那现在让我们借由这则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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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 Andy is recording music from the radio Andy正在录下广播的音乐 Andy is recording music from the radio 第二个单字 社区 community 社区 community The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a community center 会议将在社区的活动中心举行 The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a community center 第三个单字 艺术家 artist 艺术家 artist Mary's parents wish her to be an artist Mary的父母希望她成为一名艺术家 Mary's parents wish her to be an artist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吧 记录 record 社区 community 艺术家 artist 那大家都学会今天的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 听新闻 学英文 下次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本页